万历朝时 卢州府有个姓汤的副家 家主汤炳元 主母方氏 夫妻育有两子一女 长子汤怀敦后 娶妻汪氏 生有一子名汤旺 四子汤仁和小女儿汤秀都未成婚 方氏出身大家 婚后又不失衡了 那宅家务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 一家人也美满和睦 这年冬天 就在汤仁曲林氏进门不久后 方氏病亡 汤家也开始出现裂痕 方氏去世刚满一年 汤炳元变纳了方氏生前的丫鬟翠和为妾 本来傅家纳妾是件小事儿 儿女们为家干涉 但这个翠和着实有些本事 一年不到 竟哄的汤炳元将他立为妓氏 妾和妓氏 地位天能之别 汤怀夫妇 汤仁夫妇包括汤秀 见了翠和案里都要尊称母亲 几个人都感觉别扭 但家庭礼法不能破坏 也只得接受 有道是家和乱是心 反之则衰 自从翠和做了主母 这家人也开始变得勾心斗角 方氏在世时 汤炳元并未生出这么多花心 可现在却好似变了个人 娶了年轻的翠和不说 慢慢断而袭林氏 还有了非分之想 林氏貌美 这让汤炳元色心皱起 汤怀汤仁兄弟白天打理铺子一般不在家 汤炳元趁机对林氏是好 林氏对公共的过分热情有些反感 但也不要发作 只得尽量躲避 汤仁的性格显然随上父亲 他放着林氏这个美艳娇妻不宠 对继母翠和倒是生了爱意 其实汤仁早就看上了翠和 只是当时母亲在世 他不敢造字 不曾想母亲去世后 却被父亲截足先登 这让他很郁闷 汤炳元虽然好色 但毕竟年龄不饶人 每个月也只有十日在翠和房中 其他时间都在书房赌税 汤仁就趁着这个机会调戏继母 翠和也不是良善之人 一来二去便和汤仁搞在一起 汤家在城内有三个店铺 分别是酒楼、布庄和茶寺 由兄弟二人负责 汤仁虽然机灵 但生意之道却不如哥哥汤怀 他知道酒楼的盈利最多 将来分家产时 自然想得到酒楼 这也是汤仁与翠和相好的原因之一 想借助翠和在父亲耳边吹吹风 说好话 翠和心里也有小算盘 他与汤仁相好 一方面是喜欢 另一方面也在为将来做打算 万一自己为汤炳元生了儿子 将来分家产时 儿子有汤仁这个哥哥相助 也不至于吃太大亏 鲸鱼盘算的还不止他们两个 汤怀的妻子汪氏更胜一筹 汪氏娘家拾开档铺的 他父亲眼光独断 鲸鱼算计 汪氏从小耳闻目染 自然学到不少 公公对弟媳的心思 包括二弟与继母之事 瞒不过他的眼睛 汪氏知道这是家仇 宣扬出去没有好处 只得提醒丈夫 平时做人多长个心眼儿 小心被兄弟算计 汤怀敦厚 对提醒毫不在意 还训斥妻子 说他犯了七叔中的妒忌 看着老师的有些过分的丈夫 汪氏心里气愤 为了将来不吃亏 他也在打着心中的小算盘 汤炳元本来就不太喜欢长子汤怀 认为他太过敦厚 翠和又经常在耳边吹风 说汤人的好话 自己对二儿媳又有非分之想 所以平时对汤人夫妇赞不绝口 对汤怀一家就稍显冷漠了一些 就在一家人各自私下盘算时 翠和怀孕了 这个消息让汤炳元非常高兴 命厨娘做了一桌子韭菜 叫上全家人庆祝 多喝了几杯的汤炳元忘乎所以 做了一个糊涂决定 可以说这个决定就是惨剧的导火索 汤炳元说等翠和生下孩子后 就把汤家的产业分配一下 酒楼给汤人 布装给汤怀 那间茶寺就给翠和的孩子 汤人得偿所望 翠和心中满意 汤怀敦后也没有其他想法 但汪氏心里一百个不满意 自己的丈夫对这个家付出最多 却没有二弟得到的好 就连那个刚出生的弟弟都拿了煎铺子 汪氏气愤认为这定是二弟讨好继母 公公喜欢弟媳造成的 他现在也不顾虑家丑不可外扬了 为产业开始了谋划 刘翠和怀孕后 汤炳元专门请了个老妈子照顾 临时贤惠 虽然翠和比自己还小着两岁 但终归是继母 遵从孝道 临时便主动帮老妈子照顾继母 方式心里不快 但表面文章还要做足 也就经常过去探望寂寞 虚寒问暖 这日下午 翠和在花园散步时 不慎摔倒 动了胎气 汤炳元赶紧请郎中来诊断 郎中说并无大碍 吃几副饱胎药就好 大概过了十多天 这天傍晚 翠和喝完药后腹痛不止 未等郎中来到就留了产 郎中在翠和服用的汤记中 发现了藏红花 汤炳元得知大怒 叫来老妈子审问 老妈子大喊冤枉 说汤药一直是二少奶奶煎熬 也是他端给小夫人喝的 和自己没任何关系 汤炳元对林氏有色心 虽然一直未得手 但对他却不忍惩罚 其实翠和早就察觉了丈夫的想法 只是碍于面子 装容作哑罢了 今日林氏用葬红花让自己流产 丈夫竟然还向着他 这下让翠和愤怒了 他是个丫鬟出身 没有大家女子的矜持 暴怒之下 直接说出了汤炳元与林氏的丑事 汤仁得知妻子竟与父亲不清不楚 大为愤怒 他将林氏转回房中 暴打怒骂 林氏被公共骚扰已经委屈至极了 今日被继母冤枉 还被丈夫辱骂暴打 一向贤惠的他终于爆发了 就在两个月前 汪氏在和林氏闲聊时 曾旁交侧击说过 感觉二弟与继母脆和有些亲密 林氏暗中观察后 发现了丈夫与继母的丑事 今日林氏被惹急了 长时间的委屈让他顾不得体面 对汤仁怒目而逝 当场揭穿 汤仁丑事暴露 将愤怒全都撒在林氏身上 结果林氏被打得奄奄一息 被熬到天亮就断了气 林氏与汤仁争吵之言 也被汤炳元听到 他这才知晓 翠和竟然早就和儿子油染 汤炳元愤怒之下也打了翠和一顿 翠和刚刚流产 身体虚弱 哪里惊得起这些 他和林氏一样 没到天亮也断了气 汤炳元与汤仁父子 虽然都很无良 但汤家毕竟是大户人家 这等丑事不能宣扬 他们交代下人 谁敢胡言 便乱棍打死 交代完下人后 父子俩对外宣称 翠和流产而亡 林氏则死于暴病 翠和丫鬟出身 早就没了父母 也就无人问津 林氏的父亲是个落地秀才 当然不相信女儿是病亡 林秀才一纸诉状将汤家告上公堂 合肥县令接撞后 命人前去调查 林氏那一身伤怎能瞒得了武作 汤家众人被带去公堂审理 衙门的刑讯有几个人能受得了 汤人很快就招任了暴打妻子之事 几个下人还将当晚发声之事一一道来 县令听完大怒 这是个何等人家 竟然如此混乱 真是乌烟瘴气 背弃了天理 知县经过对汤炳元的审问 确认当晚之事属实后 对这家人进行宣判 汤炳元身为家主 居心不良 对儿媳生恶念 还欧死既是翠和 你判脚监后 汤人欧死妻子林氏 按律判脚 与继母私通坏了伦理 两罪并罚 你判斩监后 宣判完毕后 师爷提醒县令 是否调查一下 翠和背下藏红花是何人所为 县令嫌麻烦 决定就此了事 此案卷宗上交后不久 刑部就下了最终判决 在维持原判的基础之上 判汤家陪付林氏娘嫁三百两 此案也就此了结 汤炳元和汤人父子仅已遇事惯了 哪里受得了牢中的日子 虽然汤怀买通玉族 让他们过得舒服些 但二人还是没有等到秋决 就双双病死牢中 从汤家主母方氏病亡开始 到现在还不到四年 汤家就仅剩了汤怀夫妇 汤秀和汤旺四人 家里显得冷冷清清 汤秀也到了嫁人的年龄 这样一来 汤家家产就近归汤怀夫妇所有 汤怀人善敦厚 很注重家庭观念 汤家现在的情况让他心情悲痛 处理完家人后事便得沉默寡言 父亲和弟弟不在了 铺子生意都压在汤怀一人身上 他整日忙活生意 晚上也住在铺子里 一个月难得回家几次 两个月后的一日深夜 汤氏的窗口突然有个人影晃动 汤氏开窗一看吓得半死 原来是个披头散发之人 晃晃荡荡飘着 身上穿的衣服与林氏生前的一模一样 口中还低沉着说 嫂子 你好很 竟用藏红花害记母 也害得我魂归他方 汤氏吓得大叫 等丫鬟和下人赶来 那个影子已经不见了 但窗子上却放着一撮儿藏红花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只要微风细雨之夜 汤氏就会看到那个影子 汤氏心里知道 翠河摔跤 打胎药里头放藏红花 都是自己所为 他也没想到会因此会害死四个人 心中愧疚加上人影之事 把汤氏吓出了病 整个人变得疯疯癫癫 嘴里整日兜嘟囔着 我放藏红花害了弟妹 害了继母 害了爹爹和弟弟 对不起啊 汤淮此时才明白 原来当日偷放藏红花的 竟然是汤氏 汤淮虽然痛恨他 但几年夫妻总归有感情 他请了郎中为妻子诊治 可惜收效甚微 汤氏的疯病越来越严重 不仅胡言乱语 还到处乱跑 一日丫鬟没看见 汤氏跑丢了 七日后才在池塘发现了他的尸体 汪氏死后 汤淮这个老实人 受不了压力和邻居们的闲言碎语 抑郁成疾也病倒了 胡胡支撑了半年也一命无呼 至此 偌大的一个汤家 就近剩下十八岁的汤秀 和五岁的侄儿汤老 汤家族人建着一家没了顶梁柱 何其火来谋夺产业 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汤秀这个十八岁的柔弱小丫头 竟突然强硬狠拉起来 汤秀先是用掌宫前的法子 拿下几个店铺的掌柜和一些伙计 而后将家中一些下人辞掉 换上一匹新的 由自己的两个贴身丫鬟管理内宅 他还雇请了几名精壮汉子做护员 对那些居心不良的族人毫不手软 赶上门闹是一律乱棍打出 结果不出一年 整个汤家被他牢牢掌控 汤秀还请了两个有名望的先生 专门交织而读书诗字 族人们这时彻底服了他 背后都说不愧是汤家人 手段比他母亲还厉害 此案后续 若猜测不错 搞鬼下汪式 肯定是汤秀 这个小女子半猪吃老虎 成了汤家最后的赢家 常言说家和万事兴不目事事衰 这话是至李明言 一个家庭只有和睦了才能良性发展 这也是兴家的基础 汤家主母方式手段高明 在他管理内宅时一片安宁 那时候的汤家也兴旺发达 汤秀元自身不正 那翠和为妾其实并不为过 但他糊涂的有几点 一是对儿媳生了色心 二是立翠和为济世 第三点也是最要命的 就是对家产的分配不公 直接引发了惨剧的发生 汪式此人精于算计 他这一记收效不错 可惜忽略了一个最厉害的人 就是整天事不关己的小姑子 汤秀这个女子果然城府够深 从他当家后的一系列做法 可以推断当初家里的事情 他肯定都知晓 隐忍不发 一击致命 这个女子也够让人惊恐的 此案告诫世人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为人处事还是要心存良善 百星毒计不仅害人 更会害己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将为您分享更多 您喜欢的内容